在团队的加油呐喊声下 羽球选手许仁豪以沉稳的气势 逐步拿下比赛胜利 就是靠着这样坚定沉稳的打球风格 让许仁豪一路从地方赛 打进2012轮奥以及2014亚运等国际赛事 而这一次他将代表台湾挑战2015光州市大运 从小学三年级开始 许仁豪就在家人的鼓励下 立定志向朝着羽球项目发展 2012参加轮奥的经验 可说是他球员生涯的重要里程碑 轮奥奥运是每个选手的梦想 那时候其实年纪还很小 也没有想到自己就可以打奥运 然后自己就一直拼一直拼一直拼 最后打到是还蛮高兴 对自己的印象蛮大的 当初为了争取轮奥参赛权 许仁豪独自背着球带 前往世界各地征战 那时候的排名其实还比较后面 然后想自己去争取一下奥运这个机会 所以我就跟我爸妈决定 就是让我一个人这样自己去比赛 就会比较寂寞吧 有时候如果又输球的时候 就心里会蛮难受的 然后就很开心 因为我的家人都给我很正面的思考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虽然很辛苦 但是都有坚持下来 我记得印象有一次比较深刻 去西班牙的时候 R9的人不太会说英文 然后我就要去球场 但是我找不到路 然后问了两三个人 他都一直跟我说西班牙文 然后我就听不懂 然后最后看到一个人在慢跑 我就假装跟在他后面跟着他慢跑 然后跑一跑 然后就拿地图给他看 结果他就带我跑到那个球场 为了梦想 许仁豪努力克服各种语言和人际沟通的障碍 一点一滴累积实力 向前迈进 首度参加世大运的许仁豪 因为刚好碰到奥运积分年 赛前仍是在当空中飞人 四处奔波 一连串的比赛 可能没有太多的训练时间 然后就会一直接着在国际赛 可能就以赛代训的方式 准备世大运 并持着精益球精的态度 期望许仁豪首次参加世大运 能带来精彩表现 SSU TV马杰瑶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